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趴 小趴很久没有发单挑的视频了 今天咱们就和光明大陆的北海来单挑 虽然说我在抹茶,他在光明 营地是敌对 但是呢,我俩还是好基友呀 先让北海试试伤害 从背后砍完一刀 783 他说这是没有暴击的状态下 砍的伤害是800左右 那么我用专研39的五星雷托打他怎么样呢 白字是71 然后打头伤害就比较高了 几下就把北海给喷无了 好的,伤害咱们已经试过了 接下来就进行实战PK 小趴是用五星的雷托 北海用劲道的斩马刀进行PK 第一局我俩打得特别激烈 只要我喷他一枪或者他砍我一刀 就能赢得胜利 但是这个时候我的鼠标卡到屏幕外面去了 所以说我就很遗憾的输掉了第一局 没关系咱们来第二局 第二局小趴掏出了29专员的雪地喷火器 北海同样是用金刀斩马刀 我去这一刀砍到1080的血量 太伤了呀 不过咱喷火器也不是盖的 是吧 扔个减速对着他突突突烧就行了 同时呢利用走位躲了北海的跳砍 虽然说场面上看的是小趴在压着北海的 但是只要北海砍中我一下 可能接下来我就会被带走的 所以说咱们不得不小心 结果我还是大意了 在逃跑的时候回了一下头 被北海两刀带走 难受呀 这马刀的伤害说实话还是有一点点高的 所以说最后一局我们就使用了 我29专员的电弧突击步枪 然后北海用他的巨指刀进行最后一局PK 这一局看看谁能赢 在打这一局的时候小趴发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那就是我在进行翻滚动作的时候 那个腿它是折叠进行翻滚的 并不是正常的拳起来翻滚的 你们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看到没有 折叠范围 我给你们回放一下 不要 不知道 这就觉得 是这个 这就换 这就换 你 这就换 是这个 也不太 是这个 这就换 所以 如果 我 你 这个 你 什么 我 你 我 你 你 你们不知道 北海这角色 直播的时候还超疯王 让我过去打他 所以说 我就过去 把他给打死了 不得不说呀 这马到五四 还是牛皮